二,以身作则,在家庭教育中,为什么必须抓住以身作则的原则呢? 大家知道,孩子的好奇心和模仿是一种天性,家长和子女朝夕相处,家长是子女的直接模仿对象,孩子在家时喜欢模仿大人的样子,看了战斗故事片子电影,就会模仿解放军的工作。 朱庆兰认为,无论什么教育,教育人及教育者,都要将自己身子做个样子给学生看,不能只凭一个口,随便说个道理,学生就会信的。 他特别指出,做父母的,一天到晚同儿女在一起,一举一动,儿女都把你监管着的,比如,父母教育孩子不要打架,骂人,而自己开口就骂,动手就打。 对人态度极其珠宝,这样儿女们就会疑心父母的话,看不起父母,久而久之,还会做出不服父母,不孝父母的事,这就是父母子的子不孝,胸部有则地不公的道理。 因此,做父母的就要像一个长辈的样子,要禁止儿女不做那样的事,总要自己先不去做,要教儿女做那样事,总要自己先去做。 曾子杀猪的故事,对我们很有启发。 故事说的是,孔子,有个学生叫曾子,有一次,曾子的妻子要上街,儿子哭闹着要跟去,妻子就哄他说,你在家等我,回来给你杀猪炖肉吃,儿子信以为真,妻子回来,借曾子真无当换火准备杀猪,赶忙阻拦说,怎么,你真的要杀猪给他吃,我原是哄他的。 曾子认真地说,对小孩子怎么能欺骗呢?我们的一言一行,对孩子都有影响,我们说了不算数,孩子以后就不会听我们的话了。 他果真把猪杀了,曾子以身作则,年传身教,为后事传颂,朱秦兰先生曾把以身作则看作是家庭教育的根本道理,根本法,并断言,根本法子已错,什么法子都是无效的。 俗话说,上梁不整,下梁弯,就是这个道理。 三,因人质疑,担惊父母望子成龙,望女称奉心切,在对孩子的智力投资上,真是千金不息,万难不辞。 希望唯一的孩子成为其情,书,话,语,书,礼,话养人通晓的全才,这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,每个孩子的年龄特征不同。 生理,心理特征不同,所受的环境影响不同,爱好兴趣也不相同,家长一定要根据家庭教育的可能性和孩子自身的生理,心理素质,合理的去开发。 陪优,然洪恩曾提出给孩子选择学习项目时,要因人质疑,每一个正常发育的儿童都天赞地存在着多方面的天资和才能,他们像矿堂一样等待着人们去发现,去开采。 而和孩子朝夕相处的父母是最便于早期发现人才的,家长应根据孩子的身体和智力特点,选择相应的学习项目。 比如舞蹈,体操,要求身体适中,是几个都为骨骼发育,要合乎比例,要有摇眼和表现能力,还要有弹跳和爆发力等。 键盘乐器,如钢琴,手帮琴,弦乐,如小提琴,二胡,要求有乐感,舒服感,手指要有一定的长度和开度等,声乐则要求音节准确,音域宽广,影子优美,吐字清除等,绘画要求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思维力,喜爱,闻闹默等。 而球类,前进,游泳等体育项目,则要求身高体大,力量,速度,柔软,灵敏等方面突出,身体素质好。 因此,家长在帮助孩子选择学习项目时,一定要根据孩子的特点,调态培养,英才施教。 特别值得忘记的是,有的家长根据自己的主观愿望,来决定孩子的培训项目,因为家长为自己的孩子购置了一台钢琴,可孩子一弹就哭,家长顺势道,你这个小笨蛋,你不弹我揍死你。 孩子说,我不喜欢弹琴,我喜欢长大了跟人打针。 不久前某地发生了一位女学生砍掉手指,一打对父母让她学钢琴的世界,各自为鉴。 但家长的一定要善于发现孩子的兴趣试点,因为兴趣是成长的仙导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